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个月是九月 九月二十八号是孔子诞辰纪念日 也是我们的教师节 所以在这样的节庆当中 我们缅怀夫子的智慧 夫子的慈爱 夫子对我们的恩责 我们在缅怀当中最重要的 要能够将夫子的教诲 落实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工作 在改善整个社会风气上 这个是尊重感恩夫子最好的一个回报 因为夫子一定期盼期许 我们后代子孙能把文化给复兴起来 人真正得到安定的生活 所以夫子的志向是使劳有所中 壮有所用 又有所长 其实我们效法孔夫子 最重要的目贤当目其心 夫子时时是想着一切天下人的安定 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们修学传统文化 就是学乳就要学孔老夫子 这个志向要立得远大 夫子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夫子的仁爱 夫子的忠树之道 以及夫子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我们一般大家都看到 这整个社会 现在有非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比方在教育界 或者在各行各业 重力轻易的状况 我们都希望能有所扭转 我们希望 把社会转成都懂得知恩报恩的 这样的心境 有这样的心态 就要勇敢地去做 往往我们看到这些社会风气 或者家里状况 心里就想 这个很难改变 其实一定能够改变 只要我们坚持做对的事情 我们不被这个社会 而随波逐流的话 我们做出正确的行为 自然能够把身旁的人 他们的善心给唤醒 因为邪不会胜正 不能看到这些情况了 然后我们就打退唐古 社会越乱 我们越应该要站出来 没有难不难做的事 只有该不该做的事 那我们为什么遵从 孔夫子为至圣先师 因为夫子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沉传 他是最举足轻重的一位圣者 因为夫子祖树遥顺 夫子把遥顺与他们这些圣王的功业 得恨的风范的 他把他沉传了下来 然后再启发了我们往后 两千五百多年之后的子孙 夫子真正做到沉先起后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也将沉先起后 我们也将沉的是五千年的文化 那也将启发后世子孙 所以后代这两千多年来 对夫子非常的遵从 读书人有提到 先孔子而圣者 非孔子无以名 后孔子而圣者 非孔子无以圣 在夫子前的这些圣王 圣者人 因为有孔子的沉传 我们现在才知道 皇帝遥顺他们的事迹 这是沉先 而后孔子而圣 我们从周朝以后的 这一些圣贤人 比夫子晚出世的人 都是因为有夫子的教诲 他们才能珍惜这一生 把自己的德行 契入圣贤的境界 所以夫子对整个五千年的文明 他是最关键的贡献 那我们也期许 我们往后的子孙 也因为我们沉传的文化 他们才能成为圣贤 你看假如我们不去沉传 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一个孩子 走在街道当中 看到了孔老夫子的圣像 这个孩子对着母亲说 说妈妈这里有一个圣诞老公公 你看我们这一个时代的炎黄子孙 连孔夫子都不认识了 还认成圣诞老公公 那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不能把文化断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可能感受不到 体会不到文化对一个时代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很冷静的去观察的话 比方我们到了东南亚去 赤道地区都是属于比较落后的国家 因为他们的世纪都是夏季 天气很炎热 人在那个环境当中就比较安逸 工作两天就休息两天 比较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 但是在赤道地区比较发达的国家 像马来西亚 新加坡 为什么他们能够突破这整个环境的限制 因为他们有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沉传过去 因为他们的孝涕 因为他们的勤俭 所以突破了这整个大环境的限制 所以发展得很好 也很受到世界各国的推崇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一个文化的力量 再来以我们自己的这一生来看 尤其上了年纪的长者 六七十岁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社会 从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 本来是很纯朴 很厚道 一下子度到现在人与人相处 都是比较自私自利 只想自己不想别人 那你看就因为一个文化没有沉传 可以让一个社会这么短暂的就堕落下来 那现在有没有继续在堕落 大家每天都过太平日子 有没有在堕落 我们打开报纸来看 现在社会风气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 在下降 这个是夫子讲 见义不为 无永也 我们整个社会民主在下动 那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怎么办 从自己做起 从自己呢 把传统文化当中最重要的精神 把它演出来 把它传出来 所以这个时代要沉传文化 那不是口头上在那里 讲一大堆理论而已 要为人演说 要做得到 我们曾经遇到很多中文系的毕业的朋友 结果呢 几乎没有人去从事中国文化的沉传 奇怪呢 他们大学念得最多呢 怎么念越多越不来干这个事情 那显然 当他们在大学上课的时候 这些大学的老师 有没有让他们感受到 学而实习之日不亦悦乎呢 有没有让他感觉到文化的价值 跟弘扬自己传统文化的使命呢 真正传递到了这一份重要性跟精神 自然就 他们就会去承担嘛 结果没有 反而读中文系的人 不走弘扬文化的路 那我们是很幸运呢 我遇到 我的老师 士敬空 老教授 那个时候 老人家谈了一席话呢 我们马上就非常惭愧 非常反思 不能再糟蹋自己的文化 老人家讲到 全世界只有一个民主 绵延五千年不衰 你找不到第二家了 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 这是必然的 那他必然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在经典当中了解到 有百世之德者 定有百世子孙宝之 有十世之德者 定有十世子孙宝之 你看到一个民主五千多年了 有的都传的将近一百多代了 现在还没有断掉 还继续绵延下去 那个都是祖宗有这样高的德行 才做得到 好 不然我们来做个问卷 有没有人是勤快的后代 这个都是事实啊 但是我假如现在问 有没有人是大顺的后代 一定有很多 文王的后代也会有很多 那各位朋友们 我们今天还坐在这里 还没有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明白了没有 提起来的是感恩 你看易经告诉我们 就是祖宗的应得辟应我们 福分辟应我们 我们这个民主才没有断 下一句是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这句话也很提醒我们 我们受到祖宗辟应 那我们也是人家的祖宗 假如我们不做善 可能后代子孙开始快要消失了 然后那个子孙在那里呐喊 祖宗啊 你要做好事 不能我们快消失掉了 很可能就是你今天 贪仓王法了 子孙就不见了 就绝后了 所以我们跟后代子孙 是一体不可分的 人有这样的明白 对自己的一言一行 就会非常谨慎 慎重 那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面对 现阶段社会的状况 我们应该去从自己做起 做好的榜样 来影响家庭 影响他人 那整个文化的精神呢 因为夫子他的整个智慧也都是沉传 遥顺的智慧 祖树遥顺 是从这些圣王当中把文化沉传过来 所以夫子说是他是庶而不作 他只是把这些真理把它承接下来 他绝对没有说 这个都是我发明的 都是我知道的 所以夫子非常谦虚 而且也告诉我们 整个人生的真相 这些古圣先行都讲清楚 现在人常常都 我创新 我的智慧比孔子还高 比佛陀还高 光是听到这个就知道 他觉得是邪师 因为真有智慧的人都很谦虚 这个我们要懂得去判断 所以当我们去例行 孝涕仁义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 利益这个社会 因为孝涕仁义 是每一个人本善的心当中 本有的 透过我们去例行之后 会把他们的这个善心 给唤醒 这个社会会沉沦 最关键的一个原因 原因是没有榜样的力量 大家都爱钱 又不是只有我 大家都不守法 又不是只有我 所以这个风气呢 就一下子就拉不起来 所以不能怪别人 要怪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有没有眼笑道出来 所以有一个企业家 他在企业界算是成绩很优秀的 也是列在前几年的一个大企业 刚好他跟一个厂商签约 这个厂商是外商 他签约的额度是超过上亿的资金 结果要签约的时候 派的是他们公司的副总裁 不是他亲自去 结果这个厂商在跟他们谈的时候 说奇怪了 你们总裁怎么没有来 这个副总裁就说到了 说今天是我们总裁 他母亲八十岁的生日 所以我们总裁要陪母亲过生日 所以今天这个契约 是我来代表谈 结果这个副总讲完之后 那个厂商的代表老板们 听完马上就站起来 就快步走了出去 结果这个副总裁吓了一跳 心里想 哇 人家不高兴了 不跟我们签了 就追上去了 追上去以后 这个厂商就对他们说了 对这个副总裁讲 说你们总裁的家怎么走啊 我一定要去看看 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吗 上亿的生意不谈 居然给母亲祝送 现在这种人我看不到 所以我们今天飞到你们总裁家 去看一看不可 结果后来一群人 真的就到那个总裁家里面去了 结果一进去 这个老板 看了之后很惊讶 因为他本来想说 一定是请好几桌 很热闹 结果才一桌 就这个总裁的兄弟姐妹 这个子孙 一起聚在给母亲奶奶祝寿 然后又看了那个菜呢 都是素菜很简单 这个老板就把这一家的总裁叫出去了 说你也太寒酸了吧 给你母亲八十岁的祝寿 居然吃这些东西 这太不应该了 结果这一位总裁孝子 不急不许的对着对方讲 说我母亲喜欢宁静 不喜欢热闹 所以我们只有自己家里人聚 而我母亲她吃素已经很久了 她都喜欢吃这清淡的素菜 所以我们都是顺着母亲的意 来孝敬她 所以孝字都跟孙合在一起 孝顺孝顺 能顺父母之意 才能得父母之欢心 结果 这个总裁就对厂商老板讲 你假如不介意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吃 结果后来 他们接着还有举行 给他母亲行三跪九寇礼 给母亲拜售 所以他们在一旁观礼 当看到这个总裁的 恭恭敬敬跪下去 给他母亲磕头 当下 这个老板看了很感动 感动到自己站起来 说我也陪你一起 给你老母亲磕头 我们从这里感觉到那种 自孝真正演出来的时候 真的把人的善心都唤醒 你看为什么孙治理天下 这么安定 因为孙是大孝 他面对父母对他这样的态度 甚至还要陷害他了 他完全不计父母的过失 一心只想着如何报父母的恩德 所以天下的人看到 连这样的父母 大孙都是敬到这样的孝道 那我们比起大孙差得太远 我们太惭愧了 一定要以大孙为榜样 所以他的孝心就唤醒天下人的孝心 所以当下呢 那个自成的孝真的让所有的人为之动了 你看我们整个中华文化重视的是孝道跟师道的沉船 而这个师道其实跟孝道 它是完全相应的 俗话讲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父母养育我们的生命 老师教育我们的慧命 而这个慧命啊 不只是启发了我们自己的智慧而已 当这些智慧我们真正获得了 我们才能够再把这个智慧绵延给我们的世世代代之孙 所以老师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他影响的不单是一代的人 他影响的可能是世世代代的人 所以在汉朝杨雄这一位大儒讲到 说师哉师哉 同子之命运 意思就是老师啊老师啊 你是孩子一生命运的舵手 你一定要把正确的人生态度 交给学生啊 那不单是童子之命啊 童子小孩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 小孩没交好 不止他的命不好 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也会不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整个几千年的文化当中啊 对老师这么尊重 因为他影响的面很深远 所以我们在教师节当中啊 要以夫子为榜样 夫子是学而不厌 毁人不倦 夫子一生教学啊 没有间断过 而且夫子是先学而不厌 他自己是个好学生啊 非常好学 他才能够去启发学生如何当一个好学生 假如我们今天叫学生好好用功 但是我们回家都是看电视 都没有深入这些经典智慧 那当我们叫学生用功一点 底气都不足 所以一个当老师的人 首先一定是圣贤人的好弟子 他才有可能站在讲台上 是一个好的教师 那夫子一生教学都不疲不厌 那我们给孩子讲三次五次不听 那我们不能够情绪就上来 所以我们教书的人脾气一上来 马上想起夫子这一句 毁人不倦 可能气就会下来一点 所以这个诗道呢 对整个民主文化的沉传非常关键 而当有人把诗道给演出来的时候 也会让当场的人为之动容 我们这一次刚好八月初到马来西亚 一起参与课程的华人 超过一万五千人 这里也让我们感觉到 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台湾 我们的我们的炎黄子孙 对于自己祖宗的感恩跟效法学习 远远比不上马来西亚的华人 所以这是我们惭愧的地方 而也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度 祖国 他反而更懂得去珍惜 所以人往往到了失去之后 才会知道重要 但有时候知道重要的时候 往往都比较晚 所以我们经过两篇课程以后 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小学 他们984所学校 你看就有多少的华人子弟 他们一起要推展地质规 推展传统文化 到马来西亚让我们最感动的一点 就是他们非常知恩 非常知祖宗之恩 而知恩的人福分最大 忘恩负义的人最责福 为什么说 马来西亚的华人很知恩呢 他们只要拿到了薪水 他薪水里面就有一个部分 是拿出来捐给华文教育 这个在全世界的华人当中 是独一无二 你看 全世界的华人十几亿人口 谁只要他有能力了 就一定想着要弘扬自己的文化 所以马来西亚人做到了 所以后来我们举行完仪式签约之后 工作人员摆了好多个谱团 我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结果当地华人派了几个代表 其中有几位我们也都认识 他们都在各行业也都有很突出的成就 他们站在前面 突然说行三跪求扣礼 当下我的师长 以及华人教育的这些校长代表 还有我们中心的老师 以及护持整个姻缘的李经友先生 还有外交官 通通坐在前面 当那个李仪下去的时候 真的是在场几百个人为之动容 你看这一些家长代表 他们是深切期盼 也是互念下一代的智慧 希望能够把这些老祖宗的智慧 从他们这一代能传到下一代去 所以外交官 后来礼仪结束之后 我们请这一位参战 上台致辞 他在台上足足站了十分钟 讲不出一句话来 你看那种自诚心对人的那种感动 非常的深刻 每一次他哽咽 欲言又止 台下的人也陪着他掉眼泪 都响起振振的掌声 后来这个外交官讲到 他说这个三跪九寇礼 他们小时候都做过 这个礼仪对他们的心灵震撼很大 但后来因为文化的浩劫 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礼仪 所以他非常感叹说 崇尚孝道 崇尚思道有什么不好 礼仪往来有什么不好 这一位外交官的一席话 真的是把我们这个民族 在这几十年所遇到文化的浩劫 做了一次深深的呐喊 他站在台上 深深的给马来西亚的华人 一曲功 他说我感激你们 把祖宗的文化保留下来 承传下来 然后这个外交官还说到 他说我希望 中国的这些男士能够来娶马来西亚的女士 他这个构想也不错 他希望这样子的文化可以融合一下 因为马来西亚的传统文化的修养比较好 所以我们在当下真的感觉到 自成能够感通 这一份诚心 我们相信当场 我们的祖宗都在辟印着这些赤子 这些真正感恩自己祖宗的这些中华的赤子 所以后来 这个老人家 我的师长也决定 会在马来西亚长期办辱道士 三教的教育 你看他们这些华人们的真心 就感染很多这些自是人人的帮助 所以我们希望 整个我们台湾复兴自己民族文化 能够快 能够振兴的好 也要用我们的真诚的心来交感 那明天还会有 齐山孔庙一些负责的代表 会到我们桃园孔庙 来跟我们做一些经验交流 他们也希望在齐山孔庙 也来办这些地质规的课程 还有这些孩子地质规的学习 我们相信夫子说 德不孤悟必有灵 那诸位朋友 你们住的附近有孔庙的举手 这些园也把它接上 让所有的孔庙 都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 读到地质规 圣人训 这些声音 这些浩然之正气 所以当我们真正把 孝道师道 真正把人意理智性表演出来 就是真正在扭转社会风起 那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总裁 他给母亲行三跪九寇 最后他的 这个生意的伙伴 都忍不住跟他一起行礼 我也曾经去参加一位长者 他给他父母行败寿之礼 那这一位长辈 他也是指导我 教学的第一个重要的老师 大家假如看过四十集的 这个幸福人生讲座 都应该听过 我遇到的这一位 教了三十多年的陈老师 后来刚好他母亲 给他父母拜寿的时候 我也去参加了 我在旁边看了很感动 然后就不由自主 我也过去跟他一起 给他父母磕头行礼 而我这个头是一定要磕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有 这两位长者的智慧爱心 才能教出这么好的女儿 这么好的老师 我们才能得这么大的利益 所以给他的父母磕头 那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也是因为当下那种孝心 就感染我们的 就觉得很自然的 就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身教 是真正 承传文化最重要的关键 我们曾经也有一位老师 他也是孝心起来了 他自己生日的时候 给他父母 还有他的 这个奶奶行跪拜礼 结果那个头磕下去 母亲的泪水就流下来了 那个是感动的泪水 我们想想 母亲那个泪水 为谁而流 那是为子女而流 那是感觉到说 很欣慰 子女终于懂事 终于知道静效了 而子女懂得静效了 她的人生才有福分 才会幸福 那也是为我们而流 那也是为我们而流 结果当他在那里跪拜的时候 他的孩子在一旁观礼 不由自主的就走到他爸爸的身边 然后很自然的就帮他爸爸在那里 给他爸爸服务一下 给他爸爸按摩 好像看母亲在那里竟笑到 自己没做什么 很难受 那种感染力量一下子就 就把这个身教传下去了 所以这个孩子回到家里面 一进门 都还没坐下来 就很激动的对他父母讲 爸妈 我明年生日 我也要拜你们两个 你看那个身教是很自然而然 千一亿 末化 所以这个总裁 后来 跟另外这个合作伙伴 这个老板就谈得很好 这一位合作的老板就说 说我觉得 这么孝顺的人一定很重道义 所以我不能跟这样的人 失之交配 这样的人我值得跟他做生意 所以这个合同就签下来 而这一个总裁 他们公司在那一段时间 是处于最低谷 是他企业最困难的时候 但是他还是坚持要静孝道 假如那个时候他不静孝道 然后跑去谈生意 我看可能这一笔生意就怎么样 可能就谈不成 所以你看人的祸福 都在一念之间 当这一份孝心保持了 祸就去掉了 当孝心提不起来 可能这个祸就来了 你看我们在历史当中看到 多少孝子免于灾祸 其中二十四孝当中 食夫拜佛 这个包食夫 刚好他在外教学 有一天 刚好课程结束了 回去探望父母 结果走着走着 在半路当中 遇到老虎 好 各位朋友 当你遇到老虎 当下会怎么样 你们都没经验 你看一般的人遇到老虎 尖叫 可能老虎一看你惊慌 他一口就把你吃掉了 是不是 你一惊恐可能灾难就来了 可是包食夫看到这个老虎的时候 他很镇定 因为他没想着 他的命没有 他脑海里想着 不行 我还有老父老母要奉养 所以老虎呢 把他叼起来呢 可能也感觉到说 奇怪了 我碰过这么多人 看到我都这么紧张 怎么这个人不紧张 这个人有来历哦 你看呢 当下他不是恐慌 他是自笑我 他马上跟老虎讲 说 我今天被你抓到呢 是我的命 但是我还有老父老母 可不可以恳求你 我把父母奉养完之后 我这个命该是你的 我会来还给你 你看 孝涕之质啊 通于神明 连这个最凶猛的动物啊 都会被感动 所以这个当下 这只老虎就走了 所以那一个地方啊 后来的人就叫他叫 拜虎钢 所以孝心能免去这些灾祸 孝心也能迎来大福 所以这一位总裁 他进了孝 他的整个公司啊 就发展的 发展起来 以至于啊 他所有的员工啊 也会因为这件事情 对老板特别的佩服 进而效法 而当他的公司能 能兴起这一份孝的风气 那他公司员工的家庭 就安定下来了 所以这个都 起的这个联手效应啊 都很值得我们 治理一个家庭啊 以至于治理一个团体企业 都要从孝涕入手啊 才好 孝涕为传家之本 我们看到这个传家呢 也不要很局限 哪里是家 有责任的地方是家 有爱 有感恩的地方 就是家嘛 我们对整个民族 有爱 有感恩 也有责任 所以整个民族 是我们的家 在企业当中 也是我们的家 聚集着 无数人的付出 无数人的爱 才有今天的成就 所以整个企业 也要孝涕来传家 那我们刚刚 讲到 孝一定跟孙在一起 孝顺孝顺 所以当我们在 孝敬自己的父母 一定要想着呢 父母能不能欢喜地接受 不能说我们想怎么笑就怎么笑 这个心态不对 比方举个例子 我们出门在外呢 每一次都给父母买些吃的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刚好出差了给父母买吃的 然后买了几个月之后 突然他母亲说 说儿子 你买东西回来 我们很高兴 但是你下一次买 可不可以不要买这些坚果 干果类的东西 我们咬不动 你看 请问他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为谁而买 你们怎么都反应这么快 吃的东西一定是父母爱吃的买 怎么是买我们爱吃的 包含你看父母生日的 我们给父母祝寿 请问是典父母喜欢吃的 还是自己喜欢吃的 我看还不只是自己喜欢吃的 可能是去那个孙子喜欢吃的 是儿子喜欢吃的地方 而不是爷爷奶奶喜欢吃的地方 往往老人家都喜欢宁静 喜欢节俭 你把它排场很大 你在那里夹着那些菜 可能爸爸妈妈老人家都在那里算 那一盘要两千 那一盘要多少钱 大家在那里吃的可心疼 倒不如在家里 这些很简单的五六盘菜 都很清淡 吃了都胃也没有负担 然后又是自己的媳妇 自己的这些晚辈们 亲手煮的 那吃起来很温馨 又很有气氛 所以这个孙一定是父母欢喜的方式去孝敬 你比方说买衣服给 给这个父母 那父母就觉得 那衣服太贵了 他穿在身上可能都觉得舍不得 所以有两个兄弟 冬天给妈妈买棉袄 这个大哥买了一件是 九十九块钱 人民币啦 结果他的弟弟 买了一件比较高级的 三百九十九块钱 结果这个九十九块的 大哥买的 妈妈拿到以后 欢欢喜喜就把它穿上去 结果后来弟弟买来 妈妈一看 三百九十九 没说什么话 就把它 摆到那个柜子里面去了 结果这个弟弟心里很不平衡 你看我花的钱 比哥哥多那么多 结果妈妈居然穿哥哥的 不穿我还抱怨自己的母亲 结果后来 哥哥就对弟弟讲到 你买的那一件衣服 我在百货公司也看到 我也觉得很好 但是当我要买下去的时候 想到 妈妈一定嫌贵 一定会舍不得 所以我又继续的去找 看有没有一百块钱以下 也挺保暖 妈妈会很欢喜接受 黄天不复 苦心忍睡 他哥哥找到了 所以弟弟这么一听 也若有所悟 都忽略掉了 要站在父母的心境当中 去考虑才对 那在我们文化中心当地 这个汤匙镇就有一个孝子 他的母亲八十多岁了 然后他们家谁当家呢 他们家是八十几岁的奶奶当家 妈妈当家 他说只要老人家高兴 这个要这么重 他们就顺着他 给他那么重 这个也是顺哦 然后刚好呢 这个孙子在城里面 买了栋房子 也挺有成就的 这个老人家呢 想去看看 看看孙子 现在住的情况 看一看呢 他心里也比较安 结果这个老人呢 不习惯坐车 会晕车 结果他的儿子呢 五六十岁哦 怎么办呢 用板车啊 推着自己八十几岁的老母亲 就这样走了将近六个小时的车程 就这样推着老母亲啊 进城去看孙子 早上一大早呢 就推出去了 然后在孩子家住了一晚呢 隔天一大早又把母亲推回来 哇 你看那种顺的精神啊 真是让人家很感动 那我有一个长辈啊 他对婆婆也很孝顺 那他的婆婆呢 也很节俭 所以他假如说买新鞋 送给婆婆 可能婆婆会不接受 他就想好了 那个新鞋哦 刚买来 其实说实在呢 穿起来都比较紧 然后你买个新鞋送老人 他有压力 所以他就看好 这双鞋子很适合婆婆 然后呢 他就自己穿在脚上 把他穿一个礼拜左右 穿得松了 老人穿得就很 很舒服 然后呢 他就 穿起来 在婆婆面前呢 多绕几圈 绕到婆婆说 哇 你这个鞋子很漂亮 然后说 这个我都穿过了 婆婆你试看看 结果婆婆一说 哎呦 真好舒 很合脚 哇 马上 哇 婆婆你穿特别好看 就送给你了 婆婆就比较能接受 好好好 不止鞋子是这样 衣服也是这样 都自己先穿了 穿一阵子 然后呢 穿给婆婆看 那婆婆生欢喜了 就赶快拖起来 给婆婆穿 所以这个 那么细腻的去奉养自己的父母 以至于自己的公公婆婆 这个孩子看到眼里啊 都会非常的感动 所以孝顺 孝顺啊 这是门学问 一定要能感同身受父母的心境 我们这个孝啊 才能做得圆满 就有一个这个服刑人员 他刚好出狱了 出狱前了 这个警官就问他了 说你出去啊 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他马上说到 说我先到城里去打工 赚一些钱啊 买些礼物啊 我再回去看父母 结果 这一个警官啊 就跟他说了 说你这样啊 不对 你是站在你自己思考 你有没有想到呢 你在狱中的时候 你关的是有形的牢狱啊 你父母关的是无形的牢狱 每天在家里 期盼你早点出狱啊 所以你应该是先回去 跟父母讲 我已经出来了 然后回去给父母洗洗脚 回去把你在狱中学到弟子规内 跟父母讲一讲 父母想 我的孩子真的懂事 他非常安心 你再去好好的赚钱行孝 这个都是要从父母的心当中去考虑事情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弟子规说的 兄道友 弟道工 兄弟目母 孝在中 我们对父母很好 很尽心 结果兄弟不和乐 那这个还是不孝 因为父母最欢喜见到的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很团结 甚至于是 下一代都很团结 这个是最欣慰的事情 所以杨老师他能想到不止我们要好 还有我们的下一代都要好 这样我们父母一辈子都欣慰 所以杨老师有十八个生殖辈 每一个都被老师教过 所以这一份孝延伸到对下一代后代的孝行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效法的 好 那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